成风2024已于4月19日正式开播 虽然本季没有大姐大坐镇 仍不缺少关注和热度 出舞台的评分 排名更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这边一公正片尚未播出 另一边第三轮公演将于本月25日开录 分组和选曲提前很久就在网上报了出来 本场28位姐姐被分成了6个小组 其中有两个6人组 以及四个4人组 单从整体实力来看 单班无疑被外界一致看好 不仅选歌比较诈 人员配置也非常强 流量担当 颜值担当 IP担当齐聚 绝对是第一名的强有力争夺者 小语组的实力也很强 陈浩宇和李佳格唱功很好 万妮达的说唱世家分享 孙夏琳的甜美风也相当圈粉 夏雨天集结了三位大唱将 园曲也很好听 可惜曼歌是一大烈士 拥抱异常与祖友和结合 珍妮可两位全能S 但剩下的四位都是非专业歌手 招牌动作是金歌热舞 除了谢金燕对另外三位姐姐 是巨大的挑战 上文节有点惨 不仅分到了一首曼歌 这回还一拖三 三公录制正赶上出舞台播完 各位姐姐的人气和路人好感度 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目前来看 本季的人气舞巨头 已经初见端倪 第一位是陈丽君 为浪姐舞 贡献了不少流量 更成为第一个推荐直破百万的姐姐 解锁出舞台直拍 第二位是刘欣 毕竟是十一年快乐 女生公认的人气王 根据录制前两公网友的反馈 现场支持她的粉丝相当多 第三位是七位 尽管出舞台的高分 遭受一些质疑 不可否认她确实是 这一季的咖位担当之一 第四位是和杰 要知道05超女可是广大观众一票一票投出来的 知名度 国民度 粉丝基数不可小觑 要问出舞台最大的黑马 非诚好语莫属 一手也自可以说寂静四座 不仅收获一片好评 还成功圈了一大票粉丝 第三个破百万解锁直拍 一宫淘汰了李希瑞 韩亦盈 二宫走了叶咪 郭书瑶 金孟佳 吴杨 三宫又有好几位姐姐将打到回复 综合人气 实力 分组考量 有六位姐姐处于危险区 拥抱异常余祖 范甜甜和赵一欢比较危险 时间逐余祖 相较于另外三位 苗苗的咖位明显要弱一些 招派动作组如若排名垫底 雪鱼王林怕是很难撑过三宫 下雨天祖 杰斯的知名度比较靠后 最后是小雨祖 李佳格的嗓音的确有特色很好听 无奈镜头不多存在感不高 能否顺利过关地打上一个问号 回顾一下过往四季 出现过不少经典的节目 所以浪杰5要想爆 制造话题吸引眼球是一方面 把舞台做到最好才是硬道理 尽管浪杰5尚未正式官宣完整阵容 网络早已流传出36位姐姐的完整名单 前两场公演录制已尘埃落定 尽管期间遭遇外籍姐姐三舍 玛丽临时退赛引发争议 这并未影响节目热度 为后续剧情增添了一丝波澜 二宫结束后 燕米 金梦佳 武漾 郭书瑶遗憾离场 其实立派燕米的提前出局令人惋惜 揭示了在浪杰舞台上 人气与国民度并非等价交换 一季度综艺舞台 四凡新点缀却未现爆款之光 成绩即将被打破 因为芒果TV年度具现成风破浪的姐姐 第五季以下简称浪杰无疑叙事待发 震撼的阵容 跌宕的剧情 创新的赛制 正悄然点燃全民热议的火花 随着节目录制进程逐步揭开神秘面纱 人气王联盟 七维组建制冠军 势不可挡 七维组和杰 郑妮可 柳妍 范甜甜 赵一欢 周扬青 原创曲目 拥抱一场雨 七维组无疑是三宫舞台上 最璀璨夺目的焦点 汇聚了本季三大人气王 七维 陈立军 刘欣 他们的强强联手 如同风暴席卷舞台 令其他队伍望尘莫及 张雨昕的剑魔脸魅力 蔡世云的舞台爆发力 杨锦华的情怀加成 使该组在综合实力上无懈可击 他们选定的斑斑异曲 兼具动感与氛围 无论唇唱或唱跳演绎 都将为观众带来视听盛宴 冠军宝座 似乎已向七维组敞开华宝 三宫分组曝光 实力与人气交织 两大阵营呼之欲出 4月25日 三宫录制如约而至 丰族与选区细节被提前曝光 源于内部人士的泄露 主题似乎与紧密相连 28位姐姐被巧妙划分为6支队伍 包括2支6人组及4支4人组 各由和杰 七威 湾尼达 谢金燕 尚文杰 杰斯担任队长 他们将首次携手呈现本季的队长合作秀 选用李宇春的鼠秀作为表演曲目 国风运为呼之欲出 前力鼓对决 四大四人组各展风采 谁能逆袭 谢金燕组蔡文静 麦 王林 选曲 蔡依林招牌动作 谢金燕组携蔡依林经典制作招牌动作登场 凭借歌曲的极高知名度于舞蹈的潜在挑战性 有望冲击前三 53岁王林若能在舞蹈环节不落下风 该组将释放出惊人的能量 唱跳舞台的呈现 或将成就他们的逆袭之路 万尼达组成浩宇 孙夏琳 李佳格 选曲 黄林小雨 万尼达组虽在人气上稍显弱势 他们选择了黄林的小雨作为舞台武器 这首歌曲旋律优美 改编潜力巨大 有望打造经验的唱跳舞台 组内成员人气分布布军 能否成功突破重围 关键在于舞台表现能否打动观众 Jazz组韩雪 袁亚维 萨鼎鼎 选曲 男拳妈妈夏雨天 Jazz组作用袁亚维 萨鼎两位实力vocal 加上韩雪的助力 夏雨天的演绎将轻松且动人 同样主打战装饰舞台 他们将依靠扎实的唱功与歌曲情感 顾名打动人心 Jazz与其微名字颜色的特别标注 暗示两人或为三公两大阵营的领军人物 Jazz的特殊待遇或许与巴黎奥运会有所关联 尚文杰组朱丹 苗苗 郭碧婷 选曲 予可为时间主语 尚文杰组以时间主语为情感纽带 尽管组员非专业歌手出身 在尚文杰的带领下 有望稳定发挥 郭碧婷演唱此曲 将唤起小时代粉丝的集体记忆 为舞台增添话题热度 战装式的演绎方式恐难博取高分 他们能否创造惊喜 有待观察 选曲好评如潮 赛制悬念犹存 夏日限定狂潮叙事呆发 郎节舞以24节期为主题 在展现你心力量的四季流转 尽管这一设定引发部分质疑 正如人生的旅程 既有风与雷电 亦有彩虹阳光 每一位姐姐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诠释着成风破浪 无论结果如何 他们的勇气与坚持 都值得我们为之喝彩 让我们共同期待 这场夏日限定的试听盛宴 见证姐姐们在三宫舞台上的华丽绽放 感受他们带来的鼓舞与感动 值得一提的是 在被曝光的三宫分族选取图中 七威和法国姐姐Just的名字的颜色 区别与其他人 所以他俩很可能是三宫两大联盟的队长 前者可能是二宫人气榜第一 而后者如今的黛玉被猜测 可能与巴黎奥运会有关 综上来看 三宫的最强小组 无疑是三大人气王巨手的七威组 占尽了天使地利人和 有节目阻力旁的姐姐 有人气断层领先的姐姐 甚至选区都赢在了起跑线 除了赛典秀情况位置外 三宫的七首选区总体来说值得好评 能看出节目组是舍得花钱买版权的 唯一的缺憾就是 站桩舞台多过典型的女团唱跳舞台 浪杰舞以24节期为主题 或许是错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兹